想要水上漂吗 可以试试淀粉加上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应该已经知道 这是一种叫做 非牛顿流体的物质了 它愈强则强 愈弱则弱 当你快速踩锅它时 如履平地 当你站着不动时 就会被它生吞活泼 看起来实在是很热闹 也成功让一个 说起来很拗口的东西 变得家喻户巧 当然啊 非牛顿流体 可不止淀粉加水这一种 你还知道哪些呢 打在弹幕上 让我看看 会不会有人说出 我接下来将要讲到的这一个 非常冷门 但是又非常重要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为了给大家留点打弹幕的时间 我先不讲这个东西是什么 咱们先来关心一下 非牛顿流体本身 比如它为什么 要叫这么个怪名字呢 原来它是被牛顿流体给逼的 这两者的区别 其实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记住 牛顿流体的粘稠度 是不会受到 所施加压力的影响的 比如说为酒精等等 你再怎么搅和它 它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该怎么留怎么留 但非牛顿流体就不一样了 它的粘稠度表现 是跟外界施加在它身上的压力有关的 当压力增加时 它可以变得更加粘稠 甚至宛如固体 比如水淀粉和可以开椰子的口香糖等等 那反过来的有没有呢 就是越压它越软越稀呢 还真有啊 比如酸奶 你可以试试 原本十分粘稠的酸奶 在快速搅拌之后 是可以像水一样从勺子里面流出来的 其实啊 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非牛顿流体 前面那个你刚 我也刚的叫做杖素性流体 后面那个容易服软的 叫做甲素性流体 由于不够红啊 所以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忽略了 但其实这一类的非牛顿流体 反倒在我们身边更为丰富 酸奶算一个 女生用的各种各样的霜 算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更难想到 它就是 圆珠笔里面的油墨了 让我们拿起一支圆珠笔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 它是如何出墨的呢 多半没有想过吧 那我再换个问题来问你啊 钢笔是怎么出墨的 首先钢笔的墨水呢 具有很好的流动性 就像一滩水一样 是可以靠自身的重力往下流的 但为什么又不会 直接从钢笔尖流出来呢 因为液体表面的张力嘛 它就像一张网一样 把里面的液体分子 给牢牢的兜住 除非遇到了更强的对手 当我们拿起钢笔 在纸面上输写时 这个对手就来了 它叫做毛细作用 纸张实际上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 所以放大了看呢 在其表面就有很多的缝隙 这些微小的缝隙 所产生的毛细作用 会从钢笔尖上 把墨水给吸过来 时期粘在自己的这一边 所以实际上我们用钢笔写字的过程 就是直上与笔尖抢墨水的过程 只不过每次输掉的都是笔尖罢了 还好啊 这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可以破坏掉笔尖上墨水的表面张力了 那就是用力甩了 这项技能呢 建议你谨慎使用 好了 让我们再回到圆珠笔上 它写字的原理跟钢笔一样吗 显然不是嘛 装进笔心里面的是一种极其粘稠的油墨 除非受到太大的压力 否则根本是不会流动的 这就是为什么圆珠笔笔的尾巴 永远是开放的状态 因为重力与甩动都对它不起作用 而通常情况下 越粘稠的液体表面张力也越大 受到毛细作用的影响越小 所以纸张机不够力气 去跟笔尖抢墨水 也没有因为重力流到这里的墨水可以强 照理说圆珠笔它根本就是写不出字来的嘛 那我用了这么多年的 难道都是假的圆珠笔吗 当然不是啊 拯救圆珠笔的正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越压越西的加速性非牛顿流体了 当阿根廷员比罗·拉斯洛 在思考如何制作一支更好的钢笔时 他想到了在这么小的笔尖上 重新模拟印刷的过程 于是他需要一种可以连续给笔尖上墨的滚筒 而这个滚筒被他灵机一动 用一颗小钢珠给取代掉了 接着就是小钢珠如何从墨囊里面取到墨了 既然不能用重力 那就用蛮力吧 当你用圆珠笔写字时 他尖尖上的这颗小钢珠便会旋转 像极了一个正在搅拌酸奶的勺子 油墨也因此在足够的压力下降低了粘稠度 便吸流到了小钢珠上 完成了给滚筒上墨的过程 而流到小钢珠上的油墨在失去压力后 则会马上又变回到粘稠的胶装模样 直到他接触纸面 再次被压锡后渗入到质上纤维之中 将油墨中的染料留在这里形成一个永久的标记 这个过程不断重复 油墨也就能源源不断的从笔心里面转移出来了 而提起来的圆珠笔因为失去了压力 油墨回归粘稠就认你怎么甩都能保持干干净净了 是不是个天才的发明呢 最后送你一个小彩蛋 既然不用重力来供墨 圆珠笔是可以倒着写字的 你可以试试钢笔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好了总结一下 不是只有收到外力后变硬的液体 才叫做非牛顿流体 非牛顿流体也是可以收力后变软的 比如圆珠笔里面的油墨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